接下来我们继续 在这里我们先去实现 冻结账号的功能 这里咱们先要做个事情 如果说这个账号已经冻结的话 这地方应该是标上已冻结 如果说未冻结的时候 它才会写上未冻结 这样一个操作 咱们要先把这一块做一下 那咱们现在先把这个地方 先稍微的再改造一下 然后我们需要再把样式 先美化一下 再美化一下 大家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做的 首先我们这个地方改一下 这叫注册日期 这是用户姓名 用户邮箱 然后这个就是操作 操作 操作里面咱们现在呢 要做这个功能了 这个功能呢 其实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这边让它可以配一个type属性 就表示它的一个样子 这边应该有个定质 我们看一下 可以配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个效果 然后呢 这边呢 这个是否冻结呢 这该怎么做呢 咱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原来组件 它这个 这个slote还是很有用的 这个原来有个sats 大小 我们看看现在咱们有点大是吧 咱们可以改的小一点 好看一点 它这边有很多配置选项 咱们可以看到 这回就好看一些了 对吧 没那么大了 抽着 然后在这边 它有一个这个组绿插槽 这个还是很有用的 因为可以拿到这个 我们这一行的信息 只不过现在它这个用的话 就这样了 我们需要给它加一个方法 好 我们先 就加一个tush start 然后呢 等于比如说 handle to 这个 refreeze refreeze啊 handle to freeze啊 好 起来这样一个方法 然后在底下也是一样的 我们 这时候呢 就可以用到这个组绿插槽了 好 就把谁闯过去呢 其实它这边 在这个 slot下面有一个index 还有一个row啊 这样两个选项 咱们看上面这个demo 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它会 这两个 一个index 一个row啊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两个都传 传过去 先传一个index啊 好 然后再传一个row啊 到时候我们看一眼啊 看看这个能不能得到 好 同样这个 这个定着这一块呢 咱这个删除这一块呢 咱先不去做啊 先不去做 咱先完成这一块啊 完成这个 好 OK 那咱们现在把这个方法写一下 好 在我们的 这个下面 mysers 好 这样的话呢 就是index和这个row啊 就是index和这个row啊 这两个 这两个 其实就是 它这一行的一些信息啊 我们把它打印出来 好 我们先看一下 回到这边啊 我们打开我们的空台 这一行的 这个是pc短的啊 所以说这里嘛 我们用这个click啊 用click 不要用touch start了啊 好 大家看一下我点 那大家看到 第一行这个 所以就是零 然后拿到了这个 这一行的所有数据 你看都可以拿得到啊 看到吗 这一行所有数据 全部在这个row下面 然后再点一下 就拿到第二行的数据 和第二行所对应的 所有的这个数据了 所有的数据 好 既然这个可以直接带有这样的功能之后啊 咱们在这地方就好办了 对吧 这个事故冻结呢 这地方 咱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处理了 一个插指表拉式 然后呢 在这呢 就是我们的slope下的row 然后再变上一次freeze 如果说它为true的时候呢 那我们宣传的就是 以什么 移动结 是吧 这个账号移动结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如果说为false的时候 我们就是微动结 微动结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做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效果 好 当然这个现在呢 它都是false啊 所以说这地方应该显示的都是微动结啊 那咱们做一个修改啊 在数据库里面 咱们给这个第三行啊 第三行这个呢 我们编辑一下 然后让这个isfreeze呢 到处啊 好 然后我们点击保存 然后我们再来刷新 好 大家可以看到呢 第三行这条数据呢 就已经变成了移动结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做到了 就是说 这个账号是微动结的 那我们就显示微动结 这个账号是移动结的 我们就显示移动结 好 这一块做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做这个 后续的功能了 就是实现这个税库的 真正操作税库这个功能啊 那所以说先去做我们的后台 在后台呢 咱们先去写我们这个账号 冻结的这个模型啊 所以说在这个用户下呢 咱们再写一个 update我们的freeze这个方法 好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更新嘛 return就是我们的 usermodel update 对吧 那根据什么条件去更新呢 其实还是我们用id也行 或者是name username或者email都可以 因为它们都是唯一值是吧 我们用email来 还是跟上面那个 类似啊 无所谓啊 就是只要你能找到那条数据 然后来更新它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要 我们的freeze这个值啊 当然它不一定是 具体是true还是false 对吧 这个就看你的操作了 就是我们把这个freeze 直接拿回来之后呢 在这里往去更新啊 更新就行了 当然我们字段叫 isfreeze啊 那咱们这个地方 也变成isfreeze 好 直接写这个字段 OK 那同理呢 我们在这边 就跟上面是一样的 直接考过来啊 就是更新成功或者失败呢 咱们都给它一个反馈啊 好 这个接口呢 算是写好了啊 咱们把这个接口呢 提供一个对外 好 然后有了这个接口之后呢 我们在咱们的这个 呃 这个管理栏的这个 控制 控制层呢 来进行这个方法啊 实现啊 具体方法实现 好 这个就是我们 也是一样叫这个名吧 啊 updatefreeze啊 然后我们的 think 好 对应的写一下 好 iq is nest 那同样呢 我们得到这个结果啊 update 以下我们的 user model.上 updatefreeze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这个接口呢 我们用一个post的请求吧 啊 这样过来 然后过来的就是我们的 啊 条件 email 和我们的 呃 这个是否这个 进行这个 冻结的这样一个啊 isfreeze 自断 好 来自于我们 iq 的boi 好 拿到这两个之后呢 我们把这两个呢 当参数呢 传递进去啊 然后接下来 就是我们的 结果啊 pard result啊 如果说这个 账号已经冻结呢 我们就仿佩给前台一个信息 嗯 好 msg 等于 账号 已 冻结 嗯 然后 status 等于 啊 当然它不一定是冻结啊 有可能是解冻 对吧 好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账号 呃 冻结 操作 成功吧 好吧 给这样一个信息 然后在我们的else当中 账号动机 啊 操作 失败 啊 失败 然后我们给一个-1 然后-1 好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方法写好之后呢 我们提供一个对外的接口 然后在我们的路由当中去配一下 嗯 在这里 realtor 配上我们的post 然后我们的update-freeze 等于 admin-controller-update-freeze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接口呢 就算现在写好了啊 写好这个接口之后呢 我们去直接在前台来调用这个接口 嗯 回到我们的这个地方 这句话就可以注释起来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呢 调用this.exes.post 然后写我们的接口 api r下的 admin 然后下的 呃 我们的 update-freeze 然后第二参数 传参啊 好 同样的我们在这边做一个判断啊 啊 status 等于 is.data 加上status 好 然后 status 等于 0 啊 我们要做 这个 成功的时候 动结成功的时候啊 或者操作成功的时候的一个反馈 这个else呢 是失败的时候 拿反馈 好 这样的话 我们把参传 一传递一下 参的话就是 呃 这个 当前是哪个email啊 那怎么找到这个 email呢 对吧 这个就很简单 ro嘛 就是那个 行的信息 然后在它下面就有当前的这个 这一行的email传过来 然后 我们的 这个第二个字转 啊 is freeze啊 那它是什么呢 就是也是一样 我们ro的 ro下面的 is freeze 当然了 要对它进行做取反 因为 当你是未冻结的时候 你应该 操作的时候 让传递以后台 就是让它以冻结 对吧 当它以冻结 就让它未冻结 对吧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应该是取反的 啊 操作啊 好 OK 那接下来给回回复的一个反馈之后 我们怎么样给用户一个体现呢 那很简单 就是引入我们的 呃 这个 messagebox 这个什么呀 这个弹窗 对吧 这个弹窗 好 这个messagebox是我们自己去写的 对吧 那既然我们现在用了我们的这个 呃 Element UI之后啊 咱们再来看看 Element UI 其实 可以帮我们简化这些操作啊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下边 它有这个 警告啊 加载啊 message啊 信息啊 messagebox等等啊 咱们看一下这个messagebox 就自带 其实我们实现的 就是实现它这个功能 但是UI组件已经帮我们做好了 那就没必要 再次去写了啊 大概呢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地方就是这样啊 就是 直接通过Z字下就可以访问到啊 访问到 然后 那 我们在这个里面可以看一下它里面是怎么 好 大概就是这样了 一个写法 那大家看到吧 啊 最后呢 就是 我们最近要弹出这个是 呃 这是一段内容之标题 对吧 内容的话就是 冻结 操作 已成功 啊 已成功 好 然后这个标题呢就是呢 就是我们的 信息吧 就叫信息 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缺点 然后就是回调啊 这跟我们写的是非常类似的啊 然后呢 同样我们在else当中也调用一下 当然回调呢咱先不用去写了啊 那回调不用去写 这个地方就这个不需要回调 这个一会我们需要回调一下 这个地方是冻结操作 失败了 啊 对吧 ok 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用到了这个 它这个 Element UI给我们带的这个弹窗功能啊 弹窗功能 好 那咱们来尝试一下我们这个接口 到底有没有问题 好 点开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 它已经 呃 选不出来数据了啊 就说明咱们现在已经有 Bug了啊 咱们来调试一下 啊 它应该是需要重新登录了啊 让我们重新登录一下啊 因为咱们后台改改了啊 所以说我们要重新登录一下 好 登录成功 然后 ok啊 这样就进来了我们后台啊 好 进入到后台之后呢 我们去点一个账号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 二这个账号 现在是未冻结的我们点一下 好 它说弹出来信息对吧 冻结操作已成功啊 我们点击确定 然后我们看一下 后台它有没有冻结成功啊 好 这边呢 看一下二 二现在这个地方是false啊 我们刷新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地方已经变成出了啊 变成出 好 同样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上面这个 一这个账号啊 一这个账号是已冻结 我们点一下 然后同样啊 冻结账号已经确定啊 确定 然后我们看一下数据库 好 先去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了 这边就变成false了 说明我们这个冻结账号的这个接口呢 就算写好 呃 效果呢 咱们还是需要再去做一个处理啊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你点完之后 虽然说这个数据库已经变了啊 除非你再次刷新的时候 这两个才会 这个 这两个才会发生变化 而现在你点完之后 他这个地方不会自动的发生变化 对吧 那我们需要做这个事情 好 所以说我们在回调当中 那 回调当中呢 咱们就可以知道啊 其实改的话就改这个整体数组的这个 对应的那个字段就行了 就是this.上 呃 table data 然后 中文号 因为这里面有index嘛 就知道是哪一行了 对吧 哪一行下的 is freeze 等于 我们 这个 改变的 对吧 啊 就之前改变的 好 就可以了 来 只要这边 因为它是响应式的嘛 这边一改它就会变了 我们重新刷新一下 好 把这个 这边关一下啊 OK 咱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 这个第一个账号是未动节的 我点一下 好 然后点击 确定 OK 现在就变成已动节了 看到吧 这个呢 我们点一下 确定 哎 这边就变成未动节 对吧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再点一下 确定 哎 就变成已动节了 对吧 这个效果也就跟着发生变化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数据库 数据库里面呢 这个 这两项呢 已经变成出了 就说明账号已经被 冻结起来了 好 那我们这个效果呢 就算 冻结的操作呢 就算做 做完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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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